我們是贊成溝通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你說李菲 老實說也沒有人告訴我李菲來 我也不知道 現在又說李菲不來 真的這樣的方法太陷促 為什麼現在本來說來 為什麼又不來 因為你開了記者會 你中國共產黨不是玩泥沙 開了記者會你也怕 怎麼搞的啊 所以我在說清楚 立此傳召 我們是願意同意溝通 但是不要有什麼限制 初初林鄭說 和你安排都行 不過你只是說八心一框架之下 怎麼可以做到那個方案 我就理你也傻了 怎麼會這樣 但是大家打開門 各樣都說一國兩制 不像現在北京的人邀請北京干預我們那一隻 我們香港內政都搬到北京談 一國兩制真的多得你不少了 現在全部都摧毀了 不要說普選了 我真的覺得很過分 但是如果你來跟我們說 為什麼不說呢 KK麻煩你告訴他們 你說這個不是什麼 他自己取消了 那就沒得好說 那輪到你說了 我想稱讚Alan 因為剛才有一個很棒的 就是大廚都要選一些材料 老實說 你那個提名委員會 就是大廚了 所以我覺得一個道理 應該是到處都是應用的 不要雙重標準 大廚選料就是為客人的利益 口福的 就不是在思想受受 想將近親繁殖延續 老實說 人大常委的決定是為國家利益 不是一樣道理 沒有理由人大常委為 給你慧琳說 你要爭才說 現在香港市民都很希望見到溝通 不過溝通要有誠意 是要互相尊重的 剛才劉慧卿議員說 他一直都希望溝通 但其實我們看回整個政改諮詢 開始到現在 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 都真的盡力去安排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途徑溝通 上海劉慧卿議員堅持 說沒有回鄉政就不去 所以又錯過了溝通機會 我應不應該有回鄉政呢 惠琳 你給我先說吧 你要說那句話 我當然支持你有 但也要互相尊重 你剛才說 另外剛才梁家傑也提到 中央沒有回應坊間的方案 其實梁議員當時也有去上海之行 也有去溝通 我的掌握就是 當時大家在討論 有沒有國際標準 其實李非主任也很仔細回應 你說的內容確實是有回應 事實上我們看看真的沒有國際標準 提名權也從來都不是完全普及而平等 所以其實我認為這樣講 對大家溝通的過程很不公道 如果你當時在會上提出一些具體的方案 中央政府其實是有回應的 不過我觀察當然你們有自己的獨立環節 你也可以告訴大家 你當時有提哪個方案給中央政府 除了公民提名之外 即是溝通真的要拿具體的方案去談 然後為達成共識而溝通 而不是為表達立場而溝通 如果在公民提名的影片 我會找到這份影片 我會想要不要把尋力 在公民提名的影片 為了解一下 結果是給我們 我們在公民提名的影片 所以我們在公民提名的影片